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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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路陷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呀 不好意思 改变了人的 自由天后Jesse今天请假一天 所以由我活力女神顶版一天 我是阿�仙 你们好 好,当然我会和星期二一样做了一个伸展操 在前几天我已经介绍了一个椅子的运动 今次继续要用椅子的动作 很简单,记得椅子不要动 否则的动作会很危险 而且用力方面也会有机会用错 今次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就是 側面屈膝抬腿 很简单,首先屈膝抬腿 屈起了90度,抬腿向上 但如何做呢?记得一边的手要扶着头 希望你记得手要在耳朵的附近 不要做着做着,这样摔下来 然后这个动作是非常适合一众的OL做的 因为它是一个收紧小风 好像做sit up效果的一个动作 如何做呢?很简单 就是抬腿,然后尽量将膝蓋和位置 手肘连在一起 这样去做 当然做的时候也是要呼吸 上来抬腿的时候就呼吸吸吸吸吸 就是这样做 每一边做五次 可以示范几次给大家看看 很简单 一二三四五 接着就做这边 其实做的时间是要尽量慢才有效果的 但因为我刚才做示范 所以我就做快了 记得这个动作要注意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收小腹的效果 所以记得想起这里的肌肉 去屈这个位置 有些人可能会不知道什么 做了一下就屈了头 对啊,变成了这条颈子就很瘦压 就是它不是这样屈的 是这样的 一二三四 这样做错的位置 而且这条颈子真的会越做越酸痛 记得多多在办公室做事 很辛苦 要放松的时候做一下 好了,介绍这个伸展操之后 首先就想讲一个日文 为什么呢? 因为快到新年了 上次在1月1号的时候 就介绍了一个 讲新年快乐的日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 这个长句可以变成一个短的字 就是 但是其实日本人和我们 中国人都是一样的 不会只讲新年快乐 就是我们平时看到别人的时候 都会讲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自成 会讲很多东西 他们也是 所以 接下来 这个星期五 想介绍多一句 可以讲完新年快乐之后 讲的一个短句 又讲了一个长句 给你们听 先讲完新年快乐之后 你就可以说 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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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看字 其实就是今年的意思 mo 就是都是 用意 よろしく 就是 关照 而最后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长句 竞语 这个句子这么长 刚才《新年快乐》也有短句 这个句子有没有 是有的 立刻讲那四个字 就是 所以下次见到人 想讲《新年快乐》 就可以讲 那就可以了 介绍完新年的 怎讲的说法之后 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路行新闻 今天想和你分享的 第一宗新闻 又是和冰天雪地有关 我们香港真的不会下雪 所以阿仙很喜欢留意 下雪地方有什么趣人趣事 上次说过 富67度的西伯利亚人 好像眼睫毛也会结冰 这次带来的新闻 就是来自中国黑龙江 有些游客 也没试过冰天雪地的感觉 虽然黑龙江 最冷的几天 都没有去到富67度 但也不惹小的 有去到富40多度 这些游客就见到 这么有趣的奇景 没试过 就忽发奇想 想去温泉浸一下 看看这个冰火 我胶容的感觉是怎样的 结果呢 一跳进去温泉那里 都不用十分钟而已 里面的身体就轻合合 但是呢 上面的头 因为没有碰到水 加上一些湿气 立刻结霜 有西伯利亚人的感觉 眼睫毛起霜 这些头发呢 又是变成白发 白发魔女 而且呢 如果短头发 那些男生的话 还会树起 其实我觉得呢 都挺有趣的 不过啦 都是要注意 如果 譬如你身体 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呢 就不要试一下 一些那么刺激的运动啦 那刚才呢 介绍的第一宗新闻呢 就讲这些游客 他就没试过下雪 去做一些新奇的事嘛 所以呢 就跳进去温泉那里 不过呢 有些居民 他本身呢 住在一些冰天雪地的地方 习惯了 其实呢 就会知道 其实下雪是带来 很多生活上的不便的 那这次呢 要讲的第二宗新闻呢 就是来自美国的啦 有个男子呢 他就 要铲雪啊 因为呢 其实冬天 我们就算这个天气呢 都想在皮窝里 不出来的 那但是呢 如果不出去铲雪的话呢 其实呢 走路又有问题 甚至铲车呢 可能都开不了路 有问题的 那所以呢 就要做这个铲雪的动作啦 那但是呢 铲雪其实很辛苦啦 那一般传统的方法呢 就是用铲子 是这样搓 是这样搓 但是呢 搓的位置都是很少的 那但是呢 用了很多力 以及用了很多时间 所以呢 有个男子 他就突发其上了 用火枪 那其实呢 这个方法呢 非常之有效啊 那看到的片 都是呢 就是几秒 就融完了 那些雪 那但是呢 都要注意 其实呢 如果用火枪的话呢 都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那首先呢 你买火枪的时候呢 都要问一下 当地呢 那些法律啊 或者是官员呢 其实可不可 用这个火枪去融雪先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用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 周围有没有一些易严物 如果不是呢 哇 分分钟就是烧着自己 和烧着间屋 那最后了 第三点呢 就是用完之后 过了半个小时呢 都要出去看看 究竟有没有留下火枪 那才是安全的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 没有在一些落雪的地方 生活的我呢 是其实非常之幸福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真的想玩雪的话 飞过去旅行 就可以了 接着第三单新闻呢 就要和你分享一质 因为落雪而产生的人情味故事的 话说 在星期三 即是早两天呢 日本的福井远 就有大雪的侵袭 结果呢 有多部的汽车动弹不得 有一个呢 饺子店的副店上 中生先生 见到这单新闻之后呢 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了 就是回到这个店头 做一些食物给一些被困的司机 那说到呢 其实这间饺子店呢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已经因为大雪的关系 停止营业了 但是呢 它是出于自己的自发性 召齐人马 包括一些可以回到这个店铺 做饺子的员工 和一些前店员 一起帮忙 将500份炒饭炒面 和饺子 去送上给一些被困的司机 那其实 为什么中生先生会有这个念头呢 就说到 原来他呢 就经历过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那当时呢 店长 都是因为呢 这个地震的时候 那些人 他不能够吃东西 所以呢 就递上一些食物 好像当时呢 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看到那些人呢 看到食物的样子 很感动的样子 到现在呢 都还是念念不忘了 所以呢 他就觉得 嗯 自己其实呢 都真的要出一分力 去帮一些被困的司机 那我看了这张新闻的时候呢 我觉得日本呢 非常之有人情味 希望这一份的感动 这一份的爱心呢 亦都可以宣扬开去 传播开去 最后呢 要和你分享的 就是这个 非常之难得的照片 就是狗狗木乃伊 那这张照片 为什么难得呢 哇 你看到啊 那只狗呢 是在树心里面的 其实呢 就说到这只狗呢 分分钟老过你和我 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死亡的 但是呢 是20年之后呢 有一个呢 斩木的工人 发现到他 那为什么他保持这个 这个狗身那么完美呢 就是因为呢 有这个烟囱效应 那些的气味呢 就是向上的 结果呢 令到一些动物都闻不到气味 再加上呢 树呢 其实会有一个的丹宁酸 一个天然的干燥塞 所以呢 就令到这一只狗狗的身呢 就没有腐烂到啦 那其实呢 这个的 狗狗 加这个的树 那它已经是呢 被一个薄物馆 收藏在这里 成为一个 升级的展品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搜索一下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二 露餡新闻再见 蜜得咧